昨天有條件我說 其實現在的市場應該可以等一等 究竟等什麼呢? 最主要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租收費 樓價跌到某個地步 租金的收益或者租的回報變得很高 到時會有一群投資者入場 不論是本地人 國內人民、外國人 都希望投資到一個比較優質的標的物 賣了一間房子之後 你租出去有多大的收益 這個就好看樓價和刀金比 例如正常來說 超過3.5 基本上就有很多投資者 願意約束 投資房地產就除了租金收益 還有支撐增值的效果 增值的效果是 擁有槓桿比 去提升的 除非一些很有錢的人會 大部分都會做安揭 如果出租的物業 大概做5剩的按揭 例如樓升了10% 其實實際上賺的幅度是20% 因為實際上 付的錢是付5剩的 第二個訊號就是 看看美國幾值的減息 現在就5.25%到5.5% 減息的按揭那邊都會供少了 租收費那邊都是有賺的 坦白說樓價依然是貴一點 但比以前便宜了很多很多很多 跌到現在都跌了兩成到三成多 相對來說是吸引的 基本上我都是看這兩個數據 動過客人說的 如果你說這兩個數據 在哪裡看你可以上網自己搜尋一下 今天的噴向就是這樣 現在處理的吧 OK